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蜜蜂出现了 小心 小心 可以了 克里尼现在安全了 真是太感谢了 小君出什么事了 又有人报警 请我们去摘除蜂窝 这次是辛迪家 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过去 海莉 我们去辛迪家 知道了 再见了 好伴们 你们看 看起来真好吃 看起来真好吃啊 这是新出的双层巧克力甜甜圈 我可是一大早拍了好久的队才买到的 有只蜜蜂 你这小蜜蜂而已 干嘛大惊小怪的 嘻嘻嘻 嘻嘻 到底什么时候有了那么大的蜂窝啊 我和甜甜圈 他们只卖今天一天啊 就让我去营救甜甜圈吧 就让我去营救甜甜圈吧 瞧你 你没事吧 我抢回来一个甜甜圈 嘿嘿嘿 不要啊 哼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集中主意力 再下来一点点 你倒是快点啊 你让开 我来试试吧 高出了 快点拉啊 快快快上门 我的甜甜圈 这下彻底完蛋了 伙伴们 快来帮我 纸箱人 出动 嘿嘿嘿 营救甜甜圈之战开始了 必撞 加油 前方发现甜甜圈 正在突破敌人的包围 全力靠近甜甜圈 营救倒计时 三秒 两秒 一秒 耶 成功了 太好了 太难道了 嘿嘿嘿 现在原路返回 走开 走开 快点给我走开啊 赶快跑啊 什么声音 孩子们 被一群蜜蜂追赶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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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你们还好吧 没被蜜蜂遮到吧 嗯 我们没事 嗯 那我们就把蜂窝带走了 唉 谢谢了 孩子们 我来告诉你们 遇到蜜蜂时该怎么做 挺好哦 遇到蜜蜂的时候 不要试图想着把它赶走 而是要安静的躲远一点 发现蜂窝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碰它 要拨打119 请专业人员来安全摘除 如果被蜜蜂追逐的话 要抱住头部趴在地上 保护自己的身体 如果被蜜蜂遮伤 不要用手挠 赶快去究竟的医院接受治疗 你们都记住了没有 嗯 安巴 都记住了 那这下我们就来尝尝甜甜圈吧 嗯 肯定很好吃 有蜜蜂啊 不要啊 我的甜甜圈 燃气火灾 千万别忘记关燃气哦 妈妈 您在做什么 咦草莓啊 今天我们来做草莓酱 一会儿配面包吃 哇 好呀好呀 嗯 有草莓吃 可以 这些要留着做草莓酱的 这么多呢 吃一个怎么了 好了别吵了 乖乖等着妈妈做草莓酱给你们吃 好的 草莓酱草莓酱 妈妈我饿了 马上就好了 再熬一小会儿就可以了 我先来尝尝看 不行啊 少女厅 做好了要配面包吃的 不可以提前偷吃 若西去客厅把面包拿来好吗 知道了 出什么事了 露西 巴迪她 我的面包 巴迪我讨厌你 露西 面包再买就好了 别哭了 露西 面包给妈妈拿着吧 我不要 这次我绝对不会让巴迪偷吃的 恐怕巴迪已经把草莓酱吃光光了吧 那可不行 妈妈 我们快回家吧 快点 别担心 露西 草莓酱在灶台上巴迪是吃不到的 孩子们 妈妈出门前好像忘了关火 没关火的话会怎么样呢 锅里的草莓酱会糊掉 搞不好还会激火 草莓酱会糊掉吗 草莓酱糊掉是小事 搞不好会把房子烧掉 不可以 不可以 去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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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小心脚下 快选一次 妈妈 快点 知道了 我说 您在干啥 对不起了 再加半斤吧 妈妈快跟上 孩子们 我们走那边 不好了 这里也被堵死了 妈妈 要是家里找我了 爸弟可怎么办 爸弟对不起 我不敢找你妈活着 绝对不可以发生 妈妈 这个应该可以 孩子们现在可以通过了 妈妈好厉害呀 小心啊露西 露西 妈妈我们马上就到了 大家再加本劲吧 露西 比特出什么事了吗 巴迪自己在家里呢 我忘记关掉灶态的火了 您说什么 巴迪 巴迪 你们这是怎么了 巴迪 幸好叔叔把火给关掉了 否则差点就出大事了 对不起 罗伊 都怪我一时忘记了 使用燃气灶时 请注意以下几点 在使用燃气灶时 千万不可以离开炉灶 因为锅具过热 会引发火灾 如果时光必出 还会导致燃气泄漏事故 在使用燃气灶前 请确认是否有燃气漏出的异味 如果在燃气泄漏的情况下 点火会发生爆炸 所以一定要在使用前确认 点火后 一定要确认一下 是否点着了 如果没有点着而旋钮是开着的 也会造成燃气泄漏 最后用完燃气后 一定要记得关掉总发门 如果担心自己会忘记 安装燃气定时器 可以起到帮助作用 明白了 谢谢你罗伊 妈妈 我们一起吃草莓酱吧 好的 草莓酱去哪了 我放在餐桌上了 巴迪 危险的小巷 哇 真的好香啊 是吗 这是给罗拉奶奶的一份惊喜 今天是她的生日哦 奶奶一定会喜欢的 可是我也想要啊 稍等一会儿 妈妈再做一个 太好了 太好了 好想吃掉它 我更想吃奶奶做的巧克力饼干 真的好想吃啊 我也想吃 还不说要晚点的 说好帮我送派的 凉了可怎么办 妈妈 让我去吧 凯文你去 奶奶家不太远 让我送去吧 那也好 等你回来 新的派就做好了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不行 奶奶家很远的 你刚才还说奶奶家不远呢 我 苏西也去吧 替我祝奶奶生日快乐 妈妈 苏西不能去 你好好待妹妹 不会有事的 凯文 去吧 不要嘛 要听哥哥的话哦 记得要沿着大路走 凯文 好 苏西快点 走这么慢 派都凉了 等等我 哥哥你去哪儿啊 从这条路走 去奶奶家比较近 妈妈不是说 让我们走大路吗 没事的 这条路我熟得很 真的吗 真的 搞定了 你真行安吧 不走了 凯文妈妈还在家等着我呢 慢走凯婆 别开太快咯 这条路不好 车都离我们好近啊 这个 小路就是这样的嘛 别少见多怪了 我说 你退一下 是我先过来的 你说什么 要退也是你退 长眼没有啊 你到底先不上来的 别怕 苏西 奶奶家就快到了 等我过去 让我过去 你到底让不让 不让 来不及了 我就抄个劲道吧 哥哥 我帮你拿吧 哥哥还行的 嘿嘿嘿 出什么事了 婆里 我 没事吧 苏西 我们给奶奶的派没了 只要你们平安无事 没有派也没关系 奶奶也会开心的 开普 你怎么在小巷里面还开得这么快啊 你忘了吗 在小巷里要格外注意行人 对不起 婆里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凯文 苏西 我来跟你们讲一讲 在这种没有人行道的小路上 怎样走路才是安全的 好不好 好 第一 不要走在马路中央 尽量靠边走 因为身后随时会有车开过来 而你却看不到 那样很不安全 第二 有车经过时 先停下来 等车开过去后 再继续走 小巷里有很多东西 会影响司机的视线 所以容易出事故 最后 两个人同行时 要一前一后走 千万不能并排走 最好别用靠近 车道一侧的手提东西 因为路太窄 车稍不留意 就会碰到东西 也会伤到人 注意以上几点的话 走在路窄车多的小巷里 也不会很危险的 谢谢你 婆里 如老奶奶的派 被我弄坏了 怎么办呢 就是的 没关系 妈妈在家里还做了一个派 对呀 奶奶 我们来了 小乖乖们来了 祝您生日快乐 这个是妈妈给您做的派 来来来 奶奶有东西给您 巧克力饼干 我最爱吃奶奶做的巧克力饼干了 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饼干 是全世界中最好吃的饼干 好 你得多吃点 在火车站台上要小心 太好了 要去开大海了 妈妈 开快一点 再快一点 距离火车开车时间还早 别着急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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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开心啊 什么 火车已经开走了 是 刚刚开走了 下一趟火车会四十分钟后抵达 还要等四十分钟啊 时间好长啊 海风吹来好凉爽啊 老婆 什么 会晚点到吗 我们错过了火车 只好坐下一趟车了 比特 比特 干嘛 越过安全线是很危险的 赶快到安全线里面来 妈妈 我们还要等多久火车才来呢 这个嘛 十分钟吧 妈妈 那现在呢 比特 你不是刚刚才问过吗 那么现在呢 还要多久啊 比特 列车稍后即将进站 请各位 火车来了 来了 大海啊 我来了 比特 别跑 慢慢走 没事的啦 比特 帮我拉出来 妈妈 不是叫你慢点的吗 没有伤到哪里吧 没有 我没事 这么着急是要去哪里呢 我们是要去海边玩 我们去游泳 还要在沙台上堆城堡 对面的那趟火车才是去海边的 是什么 是什么 不要走啊 难道还要再等四十分钟吗 各位乘客请注意 因落石事故 去往布鲁姆斯海边的列车将会晚点 怎么会这样 那我们还要等多长时间啊 那我们还要等多长时间啊 落石事故 去往布鲁姆斯海边的列车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吧 安巴 这里的落石清理干净了 好的 玻璃 那我在火车站这边再确认一下 好的 辛苦了 崔诺 现在可以走了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那我可就继续赶路了 再见 崔诺 列车稍后即将进站 请各位乘客站在安全线以内候车 妈妈妈妈 大海真是太好玩了 好玩吧 下次我们再去吧 妈妈 我现在想去洗手间 好的 妈妈带你去 比特 在这儿开好行李哦 好的 乘客请注意 开往布鲁姆斯海边的列车即将进站 什么 列车即将进站了 妈妈 火车马上就来了 妈妈 妈妈 怎么办呢 我先把行李搬过去好了 快点 快点 不要 来往布鲁姆斯海边的火车 崔诺即将进站了 前面 那不是个孩子吗 快闪开啊 这样太危险了 毕特 危险 毕特 危险 没事吧 毕特 没事 刚才 刚才差点就出大事了 毕特 对不起 我本来想把行李先搬过去 毕特 在列车站台上后车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在站台上 奔跑或者打门 在站台上奔跑或者打闹很容易掉下站台 所以一定要小心 还有 一定要站在安全线以内后车 争抢着上车或者你推我几时很容易掉入站台与列车的缝隙里 就算赶时间也要遵守秩序排好队依次上车 如果有物品掉落在铁轨上 千万不要自作主张跳下去 一定要及时向站台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明白了吗 明白 以后我会小心的 好了 宝贝们 我们上车吧 宝贝 太好了 终于要出发了 出发咯 去海边咯 那么 我们出发吧 导弹鬼 巴迪 忙了一个通宵 好困哪 孩子他妈 我去市场买点菜 你先好好休息 妈妈 一会儿见哦 一会儿见 巴迪 好好帮忙看家哦 哦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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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 给您送快递来了 有人在家吗 有您的快递 你好 波子迪 您好杀了 这是您订的书 终于收到了 谢谢你 慢走 巴迪真听话 真乖 好困啊 孩子们 今晚我们吃烤鱼怎么样啊 什么 我不要 爸爸总是把鱼烤糊了 说什么 就是没错 今天肯定不会了 今晚我们吃意大利面好不好 我想吃肉丸 做肉丸吃吧 前几天不是刚吃过肉丸吗 在意大利面前几天也吃过了 那我们还是吃烤鱼好了 走吧 我们去买鱼吧 爸爸 爸爸 您好女士 我们有款新的电脑正在低价促销 我说过了 不需要 我不需要 女士 这电脑价格真的很麻烦 我说过了 不需要 您现在买的话还有赠品哦 赠品是一台电风扇 谢谢你 波斯提 再见 再见 我走了 哦 毕头家怎么着火了呢 小娟 出什么事了 罗伊 毕头家起火了 你在哪儿呢 请你马上过去救援 什么 知道了 是罗伊 看了哪里又起火了 哎呀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爸 爸爸 那边 是我们家这儿在冒烟呢 什么 不可以 不可以 罗伊 怎么了 起火了 您没事吧 罗伊 请你先带着巴迪 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刚才吓死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哦 哈哈哈哈 大家请看这个 哦 那不是我的手机吗 饲养宠物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以下几点 当宠物出于好奇 饲养手机或者电线时 可能会导致电池爆炸 或者造成电线短路 而引发火灾 而且宠物很容易 因为触电而受伤 所以手机请放在 宠物够不到的地方 摆出时请拔掉电源插头 厨房里有尖锐的刀具等 也存在着潜在的危险 所以千万要小心 以防事故发生 可以在厨房或者电线周边 设置栅栏 以防止宠物靠近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哦 最后 如果起火的时候 家中有宠物 请大家马上报警求救 不要擅自行动哦 哦 我记住了 罗伊 多亏了巴迪叫醒我 谢谢你 巴迪 怎么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 哈哈 我的路比 巴迪 经过施工现场时 再见 嗯 我就喜欢现烤面包的味道 真是太诱人了 哈哈哈哈 你好 斯库比 你好 凯文 多吉 凯文 这个看着好好吃 这叫苹果肉粿丹麦面包 苹果肉粿 松软的面包 加上青青苹苹果果酱 哦 天呐 多吉 让我尝尝 多吉 真的好吃啊 给我留着 大家都过来 市中心有个地方要进行施工 彼得说 到时候会同时有建筑改造和排水施工 也就是说有的路段要临时进行 海力 你去指挥车辆绕道行驶 罗伊 你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工作 没问题 玻璃 安巴 我们一起去张贴警示标志 好 好 为了布鲁姆镇的安全 聪明神勇的救援队 出发 出发 多吉 跟我去踢球吧 不好意思 我得去别的地方 你要去哪儿啊 再过一会儿 我最喜欢的草莓起司棉花糖蛋糕纸杯糕就要出炉了 草莓起司 什么糕 草莓起司棉花糖蛋糕纸杯糕 你是怎么记住这些名字的 六点钟卖丹麦牛奶面包 八点钟卖法式长面包 十二点钟法式吐司 两点钟卖我最爱的 前方施工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建设施工呗 不 可能早上还没有施工呢 嗯 太窄了 是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刚刚施工的 最近出门可不方便了 小朋友 前面施工方路了 你们得绕道走 希望是再新建一个大游戟 多吉 我希望是建一个新网吧 你呢 不行 我一定要过去看看 多吉 你去哪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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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嚼呀嚼呀 getting啊rogen不停 嚼好了 � on了 小心 小心 chodGGING 哦...不要啊 不要啊 嚼呀嚼呀 able停 水泥脚的 软定好 哦危险 啊哦 不要啊 停下比骑 有啊 parce 多岐 你后面有个孩子 这什么 你没事吧 多岐 我没事 刚才太危险了 多岐 是啊 建筑工地附近是非常危险的 我不知道 我一直都是从这里走的 多岐 凯文 你们两个仔细听着 施工现场到处都是危险 要格外注意 施工现场 有很多重型机械设备 不停进进出出 像你们这样的孩子 很容易被伤到 经常会有砖块 或是其他施工材料掉落 这都可能会伤到你们 知道了 另外还有 虽然有安全围栏 施工现场还是很危险的 因为道路窄 免不了会发生事故 发现有施工的地方 绕开施工路段 才是最安全的 所以在施工结束前 从安全的路返回是最好的 如果一定要经过施工现场时 选择允许通行的道路 在大型机械车或卡车 完全通过之前 选择在安全的位置等待 真不知道施工现场会这么危险啊 今后我们会注意的 那就好 那就好 谢谢你 斯库比 那下要小心哦 凯文 我们应该走这条路 对了 我忘了 那边施工 爸 现在好端了 是啊 终于完工了 这下好了 等等 完工了 我说了 你去哪儿 太好了 面包房还在这里 喂 我们进去吧 好 走 你好 好 请帮我拿一个草莓起司棉花糖蛋糕纸杯糕 嘿 多谢 还有我呢 对 给我来两个 哈哈哈哈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爸爸 什么时候才能游泳啊 你现在直接下水不行吗 不行 要先做好热身运动才能下水 哇 要像这样 哗哗 呱呱 呱呱 那是什么呀 正在游泳的青蛙爸爸 ając ка Contact 年了 话 好舒服啊 我来喽 鱼 擄 不要啊 救命啊 比特 原来你不会游泳啊 才不是呢 比特 不会游泳 那就学嘛 有叔叔来教你游泳 你很快就能学会 是真的吗 来吧 先来进行憋气 然后再呼气 自己试试看 好的 强你 来 把双腿伸直了 用力踢 自己游得很不错嘛 什么 真的是要吓死我 比特 加油 你可以的 要一直用脚踢水 向前游就好 一直用 太好了 成功了 我也会游泳了 你真的好棒啊 你真的好棒啊 比特 小妮 我们两个游到泳池那边去吧 好啊 不行 那边是深水区 很危险的 哎呀 只要有这个就不会有问题的 嗯 现在是休息时间 请大家离开泳池到岸上来 好吧 那我们一起去吃点东西吧 哇 吃东西了 像这样把他扔到水里 他会立即展开浮上水面 这样就可以安全营救那些溺水的人了 谢谢 这下我就放心了 我放在这儿 紧急情况您可以用 知道了 来 接球 叔叔 接球 哦 好的 叔叔 爸爸 您没事吧 我去一下洗手机 你们两个先玩吧 真哪 他没办法 接球 你用那么大力 我怎么接嘛 对不起 我去捡回来 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 你怎么搞的 怎么把球弄得更远了呢 我把它捡上来就好了 不行 这里可是深水区啊 只要有这个就不会有事的 我很快就上来了 比特 抓到了 你看吧 我就说很容易的 啊 小妮 救我 别动 帮帮我们 快点来人 帮帮我们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救命啊 比特 我得救了 比特 你没事吧 啊 我没事 安巴 比特 刚才差点就出大事了 都说我不好 安巴 是我不应该离开 把你们单独留在这里 比特 抢你 比特 抢你 我来告诉你们 应该如何安全地玩水 玩水的时候 要穿好救生衣 或戴好游泳圈等保护装备 在下水 千万不要独自进入深水区 在下水之前 一定要先做好热身运动 如果突然下水 可能会引起心脏不适 应该先从离心脏最远的脚步 开始慢慢入水 游泳池边地面湿滑 千万不要跑跳 从岸上跳入泳池 也非常危险 吃完东西后 消化一阵子 再下水会比较好 怎么样 不难做到吧 不难做到 安巴 从现在开始 我会更加注意你们的安全的 好的 这下我就放心了 这水也太浅了吧 去水深咋的地方吧 谢谢您 消防员叔叔 快来找我啊 雨头 给我站住 我在这儿呢 雨头 小伙 你在干嘛呢 多危险啊 哦 对不起 千万 您是谁啊 我是消防员叔叔 专门教训像你们这种调皮鬼 消防员叔叔 没错 下次再像这样调皮 我是不会轻饶你的哦 是 你瞧他 还是被虚拟了 哦 有了这个保护膜 即使遇到再大的火焰也不用怕了 真是太厉害了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伙伴们 认识一下 这位是邻村的汤米先生 过来参观我们的消防设备 您好 很高兴认识你们 早就听说布鲁姆斯救援队有个天才发明家 果然名不虚传呢 天才发明家 小娟确实挺聪明的 如果有需要我们救援的 我们会尽全力协助的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藏库里还有很多更好的设备呢 请您收藏一下哦 看来我得在这儿多待上一会儿了 彼得先生就那样被他勇敢地救了出来 消防设备真是太酷了 你们不会是在说那个像河马一样 魁梧训过有些怪异的叔叔吧 彼得 你对他是有什么不满吗 你们是不知道罢了 昨天呢 其实是这么回事 怎么样 那个叔叔很奇怪吗 彼得 我不是说过 不可以在危险的地方淘气吗 什么 真是个淘气包 看来还是迅的不够 不不不 不是你想的那样 乔妮 你帮我解释一下 谁叫你那么淘气的 彼得 乔妮 你太过分了 你们跟我来 我要让你们知道 那个叔叔的真面目 你们看 好了 现在可以了 真是太谢谢了 真是太谢谢了 果然没看错 真的好厉害哦 不是那样的 彼得 我还有功课得做 我先走了 我们也是 我妈妈 不要走啊 我一定让你们看到它的真面目 你们看 那只可怜的小猫 被它吓得一直在叫呢 怎么办啊 没事的 下来吧 慢一点 可可 幸好没事 真是太感人了 什么 其实不是那样的 毕特 差不多就行了吧 我先走了 我们也先走了 我爸妈 小娟 出什么事了 装满草垛的仓库起火了 米妮和罗迪被困在里面了 请马上过去救援 好的 差点就闯了大祸 你们怎么能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呢 太好了 这一次一定能抓到我需要的证据 干燥的稻草碰到很小的摩擦都有可能起火 所以非常危险 天哪 糟糕 危险 米妮 汤米仙长 小家伙 你不知道火灾现场很危险 不能靠近的吗 对不起 我错了 没有伤到哪里吧 还好吗 幸好没什么事 真是太好了 这些装备都是用来进行救援的 谢谢你 小娟 消防员叔叔 谢谢你救了我们 谢谢你 是啊 孩子们 消防员叔叔们为了我们的安全很辛苦 大家一定要常怀感恩的心 消防员们在危险的火场负责救火 舍身营救处于危险中的人们 对伤员进行应急处理 还会负责把伤员送到医院去 平时还会开展仔细的巡查 预防火灾的发生 无论是面对像台风或者暴雪等大的自然灾害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各种危险时 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赶来救援的 怎么样 是不是很棒啊 是的 太棒了 汤米叔叔 你是我敬佩的大英雄 谢谢你 比特 昨天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你不是说叔叔像河马一样魁梧 性格有些怪异的吗 大家保重哦 再见 汤米叔叔 再见 乘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收好了 支撑 修好了 以后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就更安全了 谢谢你 小娟 孩子们也会喜欢的 是不是 那当然 顺便问一下 明天要是还下雨 你说还能去野餐吗 我也不知道 雨停了 真是太好了 孩子们 都上来了吗 没有 海文和多奇还没上来 是吗 靠窗的座位是我的了 现在是我的了 你耍赖 多奇 我饶不了你 打不过我吗 别闹了 都别闹了 我们就要出发了 大家都系好安全带 我们有新的安全带了 真的 这是三点式安全带 比起以前的安全带 这种新型设计会安全多 听话 孩子们 安全带是起保护作用的 它能挽救你们的生命 可你这样系 这会更加危险 好大 Scooby 坐好 现在出发 你好 麦克斯 你好 宝丽 我看你们都挺忙的呀 昨天晚上下雨下的 山上有的地儿得休休 宝丽 你呢 我 一定忙 我得看看还有什么地儿坏了 辛苦了 各位 再见 再见 宝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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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该换座位了 兔子兔子 在哪儿 已经跑了 我真的想看一眼 有只松鼻岩 有只松鼻岩 在哪儿 它跑了 都是这个安全带 我什么都看不见 一只熊 獅子 湯姆勳的小鱗羊 帮忙了 他已經跑了 我也要看 那是什麼 這次我不會再錯過了 不要啊 凱文 不要把你的頭伸出充滿 石頭掉下來了 看一下 大家都沒事吧 我們沒事 多虧安全帶 我們才得救 斯庫比 救命啊 凱文 我在這兒躲起 凱文 怎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等一下 我來救你 快來人哪 有人要掉下去了 好 斯庫比遇到麻煩了 凱文 抓緊 千萬別鬆手 多虧 我抓不住了 再堅持一下 堅持 凱文 凱文 天哪 你還好嗎 凱文 你還好嗎 凱文 公理 凱文 你忘了 在車上要一直記著安全帶 不能鬆開 我本來一直記著的 後來 事故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必須時刻記好安全帶 千萬不能鬆開啊 哦 大家都聽著 安全帶把我們固定在車裡 在交通事故發生的時候 我們被甩出車窗外死亡的幾率會降低九倍 萬一翻車了 安全帶能挽救我們的生命 啊 記安全帶時一定不要把它們纏在一起 你要把它越過肩膀 聽到咔嚓一聲就記好了 如果你沒有記好安全帶 還跟旁邊的人玩鬧 或者把手伸到窗外 事故時會受重傷的 千萬不要那樣 知道了 堡文 謝謝 小國旗和凱文 天天走在大路上 想著美麗的方向 大聲來回唱